花蓮海域今年夏天相当热闹 已经连续五个月都有抹香精出没 来自万荣乡马远国小30名的小朋友 搭乘赏金船出海 目击到超过20只的抹香精 让这些住在山区的孩子们是近乎连连 一群由黑潮文教基金会协定安排的 来自万荣乡马远国小的30名孩童 在花蓮外海约6至8海里处 近距离的看到这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齿巾 在大海里游游 让少有机会倾机海洋的孩子们兴奋不已 大概有多少只 24只 好兴奋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近看过海豚和那个金鱼 那因为今天是刚好四个一个多月 又再次看到抹香精 因为整个八月的海况 然后加上台风的影响 所以其实都是处在比较难搜寻的情况 所以今天到了九月份很难得 对终于又看到了 赏金业者也表示 推测可能是因为台风走了之后 抹香精在九月因为洋流的关系聚集在花莲外海 在花莲外海金屯的募集率维持在九成 而今年发现抹香精的几率更是超过以往 游客只要出海都有机会欣赏到 这来自海洋的惊喜 记者花莲市 综合报道